那我们第一步先做什么 我们先把那个干茶花拿来温水泡开 正常这个要泡半个小时 味出来了 我们再过滤这个鱼 只需简单地用茶花给鱼鲜调味 是这道茶园美食的特色 茶花水入口回甘生津 将新鲜的河鱼浸泡其中 在保鲜去腥的同时 也增添了独特的清甜滋味 及绵长花香 让草鱼的肉质爽滑绵软 回味悠长 拿到锅里面蒸吧 水正好开了 昌哥 这里蒸多久 九分钟 九分钟就好了 这种以茶花为主要调味原料的烹鱼做法 会带给味蕾什么样的享受呢 鱼好了 我看看 谢谢 谢谢昌哥 咱就这么吃吗 把那个酱油放上去 就可以吃了 看起来很棒 真的是很田园的一种吃法 你先尝 来 来 等一下 好吃吗 我发现他加了那个茶花肉 那个鱼肉变得很甘甜 真的一点都不腥 然后鱼肉里面真的还带有那种花的甜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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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